民进党日前陷入了黑帮入党的疑云 蔡英文向党内喊话 家里不是没大人 表示未来将用AI技术来排黑 交给记者韦佳琪 为了私除黑道标签 现在连总统蔡英文都喊话了 总统蔡英文是强调 这里并不是没有大人 而他就是这个大人还在当家呢 甚至呢说大家关起门来 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拿出来 但是开了门之后出去 民进党就必须是团结的 Gay主席的身份大喊 不会让民进党回到2008年当时的最糟的状况 而现在总统也喊话了 要拿出AI查核每一位新入党的成员 是不是有涉案 甚至呢是有没有黑道背景 透过AI技术的辅助 希望帮助民进党走出一条路 不过这样子的讲法呢 听在前台南市长苏焕智的耳里 似乎是相当不认同 苏焕智就说了 他说呢这个大人这样的词呢 已经很久没有人在用了 而且这个大人如果真的在的话 怎么会把一个有黑道背景的人 放在国策顾问这样子的位置上呢 甚至连主管警察的部长都不得不 听这一个国策顾问的意见 所以他比部长似乎更接近大人 这个角色听了觉得很伤感 而国民党的立委内市保也说了 他说把AI审查当成入党的万灵呆 听起来是很酷炫没错 还结合了新科技 但是过去现在跟黑道有连结的呢 那你要怎么处理 你是要来视而不见 还是要就地合法 内市保也希望民进党主席可以讲清楚 染黑风暴重创了民进党 也牵动党内派系的平衡 英系现在可成了政治的重灾户 继续交给佳琪 所以一回民进党陷入了 黑道入党的争议 也让英系这个派系 现在似乎是挨着打 也让民进党的形象 现在是掉到了谷底 我们就让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民进党的陷入黑色疑云之后 它的声量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呢看到这一个数据就知道了 其中有四分之一 都是跟黑道有关系 甚至呢政策跟外交的部分 现在才慢慢的来帮民进党救回点声量 因为最近的扫酒化政策 推出了许多育儿补助 甚至在外交上面 连法国都支持我们加入世界的组织里面 也因此让民进党的好感度 从原本的0.14已经升了一倍 来到了0.28 但是我们但应来看到的是 现在呢在党内尤其是英系 像是国策顾问黄成国呢 他在赵介佑案中的角色现在是有点尴尬 再加上陈明文也属于英系大佬 日前又被爆出他来帮忙枪手增加接见 这件事情也中错了英系的形象 也因此呢现在各派系表面是打黄成国 但是有人就认为这根本是冲着英系而来 不过呢对于另外一个系呢似乎是有点松一口气 这个系就是以苏贞昌为主的苏系 有人就认为了他们被挨打那么久了 现在英系跳出来颇有唯唯就叫的一位 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六月出来登记 被积极劝禁的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至今都还没有表态 可能会参选吗 佳琪 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即将到来 不过现在大家都很好奇 前高市长韩国瑜到底会不会加入战局 来参选党魁大位 不过现在的消息传出 这样的几率可能是越来越低了 因为呢现在传出他的服务员李嘉芬 是这么判断的 他说呢韩国瑜如果再出山 当然无非就是为了国民党好 不过现在党内 县市长2029和1的选举 都弥漫着对韩国瑜不信任的氛围 那么为什么要往这个坑洞里面跳呢 所以他强烈反对韩国瑜再跳出来 承担主席大位 但是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曾经拜会韩国瑜 劝禁他参选的党内人士也透露了 虽然判断韩国瑜可能已经不会参选了 但是不到最后一步 大家都不敢把话说死 因为韩国瑜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 但是如果韩国瑜确定不选的话 那么他会挺谁呢 是现任主席张启成 还是呼声也很高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 他们就评估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跟他不密切 所以这个选举可能就会放水流 他就扮演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也不会太投入了